一往无垠的荒原上 秦晨快速飞掠着 不过他明显能感觉到 这代地狱已经被其他舞者全部搜过了 半天之后 秦晨几乎连一株新的灵药都没发现 不过秦晨也没任何意外 他很清楚 在自己闭关这几天里 只要活着的舞者 几乎都会在外围区域往深处搜寻 这片区域被搜过了吗 这个再正常不过了呀 所以他只顾着往前往深处飞 而在飞略过程中 秦晨也细细感知天魔秘境中的力量 适应这里的气候 两天之后 秦晨已经来到天魔秘境极为深处的地方了 这些人行进速度怎么这么快啊 秦晨皱起眉 数天时间他一个人都没看见呢 要知道他速度何其之快 比一般武尊快上了数倍不止 两天时间赶路 完全应该超过那些舞者之前前几天赶路总和了 正疑惑呢 一阵哄哄的声音从远处隐约传来 秦晨马上知道 这是前方有人战斗呢 而且这声音随着时间推移 居然朝这边快速移动过来 显然战斗双方一边战斗 一边快速飞掠着 一般的战斗呢 双方会尽全力出手 岂会一边战斗 一边飞速移动呢 如此行为就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一方在追杀 另一方在投跑 果然 秦晨远远看见三名舞者飞掠而来 一人在前面逃 还有两人在后面追 逃在最前面那名舞者极为狼狈 身上沾着斑斑血迹 他脸色惊慌 秦晨只是精神一扫 马上认出这人是谁了 竟然是一开始进入天魔秘境 那群人里叫吴公领的 当时那个吴公领啊 是唯一一个知道血魔兽称呼的舞者 也是唯一知道血魔兽死后 会变成阴魂的舞者 当时自己离开时 对方还给过自己一枚遇见 本来秦晨根本不想管这的事 听到人声他就知道 自己应该距离其他人不远了 所以呢 应该第一时间往前继续搜寻 但是呢 看见这吴公领 秦晨心里顿时一动 自己或许能从吴公领身上 得到一些消息呢 吴公领此时显然看到 远处有一道人影 不过他精神力不像秦晨那么可怕 只是远远看见一个人 并未看清容貌 他脸上顿时闪过一丝慌乱 急忙换了个方向 想朝别的地方逃窜 而那两名追杀吴公领的舞者 此时也看见了秦晨 脸上顿时露出一丝喜意 当即他冲前方高鹤头 哎 前面那人 我们两兄弟是大勇王朝舞者 给我拦下这小子 两人显然对自己大勇王朝身份 很是自信 声音之中甚至带着一丝命令的语气 不过的确也是 大勇王朝乃是七大上等王朝之一 基本上呢 没舞者胆敢违抗他们的意思 果然 他们两个高鹤之后 远处人影马上朝他们飞里而来 吴公领隐约看见远处人影飞速略来 脸色对失变了 他急忙开口道 这位朋友 我是大巫王朝的舞者 还请 不等他把话说完 远处乌者已经来到他面前了 速度之快让人咋舌 吴公领脸色大变 顾不得其他的 见此人居然真的拦他 心中一狠 手中战刀瞬间朝秦晨砍了过来 显然 这是想杀出一条生路啊 只是不等他把战刀砍中秦晨 原本劈出去的刀 居然收回来了 同时他震惊地看着秦晨 显然已经认出对方了 哎呀 这着急了 我们之前有一面之缘 还请让一条生路啊 吴公领焦急地说道 说完就要从秦晨身边穿过去 他可不认为自己跟秦晨有过接触 秦晨就会帮助自己 哎 毕竟追杀他的可是大勇王朝的人啊 大勇王朝作为百朝之地 七大上等王朝之一 实力极为可怕呀 秦晨已经得罪大勇王朝了 显然 不可能因为他这一个 只有一面之缘的家伙 再得罪大勇王朝去 只是他这话说得晚了 刷刷刷 两道流光落下 已经一以前一后 夹击住了吴公领 狗教 多谢拉下此人 现在还请让一下 别妨碍我们兄弟杀人 其中一人随意对秦晨拱了拱手 然后淡淡地说道 小子 逃啊 你倒是逃啊 让我们兄弟追了这么久 你很爽吧 另一名舞者死死盯着吴公领 看都没看秦晨一眼 眸中只是绽放出浓烈的杀鸡 吴公领脸色发白 他知道自己再想逃已经不可能了 只是苦涩的一笑 而后眼神渐渐坚定下来 哼 大不了拼死而已 你怎么会在这儿 他们两个为什么杀你 起了秦晨问他一句 同时打量那两名追杀吴公领的武者 死二人身上杀鸡十分浓烈 修为都在六节后期巅峰 但是呢 比一般后期巅峰可怕上不少 有一种浓烈的肃杀之意 嗯 不愧是大勇王朝的弟子 秦晨暗暗点头 他发现了 同样的修为 七大上等王朝武者气势 往往比其他王朝武者可怕上一分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来自上等王朝的自信 更多的呢 还是修炼功法更强 经历的也更多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强悍 倩谈问话 吴公领急忙行了一礼 苦笑道 啊 齐少侠 当初你离开之后 我们一路往深处搜寻 后来 在前方发现一个废墟宿宫殿 那里聚集了百朝之地很多天才 我们意外之下 得了一些宝贝 结果七大上等王朝天才 根本不允许我们战友 我以为得到一颗魔精 所以被他们一路追杀 魔精 那是什么 秦晨证了一下 说道 那俩大勇盟朝武者看见秦晨 非但没听他们命令离开 反而是跟吴公领聊了起来 脸色顿是阴沉了 其中一人打断吴公领的话 直接对秦晨冷哼道 小子 让你别妨碍我们兄弟俩杀人 没听见呢 秦晨淡淡地看了两人一眼 但没有理会对方 而是对着吴公领继续说道 你继续说 啊是 吴公领深深吸了一口气 连忙说道 这个魔精呢 是天魔秘境独有的一种精识 有些类似真实 不过功效比真实强得多了 这些魔精可以用来炼制各种丹药 而且炼出来丹药 修炼效果极佳 除此之外 魔精中月寒真气 也比真实浓郁多了 就算七歇五王 也可以通过吸收魔精提升修为 这是天魔秘境最珍惜的东西了 其实 天魔秘境每次开启 都会有很多舞者突破 就是因为天魔秘境里找到这种魔精了 这魔精修炼效果比中等真实还好 吸收更为迅速 许多百朝之地舞者卡了多年的瓶颈 都能拿它突破呀 哦 连七阶五王都能拿来修炼 秦晨听了大为震撼 他比吴公领等人了解的更多 七阶五王体内真力突破成真元 浓度之高 绝非普通真实能提升的 甚至 中品真实对七阶五王而言 几乎是没什么效果了 一般来说 七阶五王想吸收真实提升修为 必须得是上品真实 而这魔精能够提升七阶五王的修为 岂不代表魔精有上品真实的功效 秦晨现在之所以卡在六阶五尊敬 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真理吸收 一般中品真实和灵药啊 很难提升他体内真理的质量了 但上品真实就不同了 上品真实别说五王了 就算八阶五王强者也能拿来修炼 此时若是有足够上品真实 绝对能让他真理更上一层楼 甚至朝七阶五王境界突破都说不定 你身上那颗魔精拿来给我看看吧 激动之下秦晨直接开口 吴公岭根本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把身上的魔精递给了秦晨 甚至秦晨直接收起来 他也不会有二话 在他看来 这枚魔精与其被大勇王朝两人抢走 还不如给秦晨呢 这魔精乃是一颗通体漆黑的晶石 跟真实有点类似 其中蕴含一种极为诡异的阴冷力量 但除此之外呢 还有无比浓郁的真气 秦晨轻轻吸收里面力量 一丝阴冷的真气瞬间涌入体内 秦晨没说话 心里却是惊涛海浪 这魔精里阴冷的气息不是其他 竟然跟当初古南都修炼一种功法 修炼的诡异真气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强度起码是上品真实级别 秦晨当即激动了 这阴冷力量虽然古怪 但它雷霆血脉能轻易给将其炼化了 到时候呢 化为纯真的真气 储存于自己精脉之中 修为定然会突飞猛进 到那时候 突破七阶五王也不是没可能啊 想到这里 秦晨心里激动的差点叫出来 此时此刻 他对吴宫领之前说那废墟宿宫殿 充满了强烈兴趣 那废墟里有多少这种魔精啊 秦晨迫不及待的问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想来数量不会少 而且我听说 其他上等王朝顶尖天才 都在宫殿废墟的身处了 他们还找到一片魔尺 魔尺底部到处都是这结晶 不过我没见过 吴宫领马上苦笑了一下 小子 你以为替我们拦住这家伙 能在我们面前摆谱了吗 马上滚 否则我们兄弟俩连你一块杀 两名大勇王朝舞者 看见秦晨一点不理会两人 顿时怒从心起 随即身上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杀机 秦晨抬头看了两人一眼 淡淡的 这人我饱了 你们走吧 秦晨话说出来 包括吴宫领在内 三人都愣了 足足几个呼吸之后 两名大勇王朝舞者 这才哈哈笑了起来 笑声中 充满了不敢置信和嘲讽 区区一十几岁的小子 敢对他们俩说保下这人 这家伙脑子白吃了吧 而吴宫领心里却涌出狂喜 臣少侠这什么意思 这准备保自己了 他清楚秦晨的实力 只要愿意 绝对能从大勇王朝 两名舞者中保下他来 好小子 我本来不想杀你 你主动找死 那我们两兄弟就看看 你怎么保住这家伙 大勇王朝舞者说完 根本没任何犹豫 手中常见已经带起剑光 包围住了秦晨 他没打算第一时间杀了秦晨 而是打算把秦晨四肢废了 然后让他看着自己兄弟 先把那吴宫领杀了 让他自己看看自己 到底如何不知天高地厚 然后再把他也杀了 吴宫领眼见这舞者要杀秦晨 眼中流露出一丝怜悯 而大勇王朝舞者出手时 常见还没落到秦晨身上 就看见秦晨居然抬手朝他刺过来 可他手里一点武器都没拿 仿佛他手指好像是一柄宝剑 这家伙白痴吧 大勇王朝那家伙差点笑出声来 用手指抵挡他的长剑 这得多大的心才能做出这举动 一声冷笑 长剑威力更甚 瞬间来到秦晨的四肢 他手中长剑刚准备斩落 可一股浓烈的冷衣 瞬间遍布全身 他浑身寒毛乍起 下一刻 对面少年手中竟然涌现出一柄长剑 后发心志 嗖地来到面前了 这是 大勇王朝舞者瞪大惊恐的双眼 眼中流露出恐惧之色 他急忙想回剑阁挡 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 他真理竟然在一瞬间被束缚住了 而手中的长剑如中千军 根本抬都抬不起来 这是秦晨第一次施展剑义长剑 剑义长剑被秦晨施展开来 迷蒙的剑光带着农历沙印 在大勇王朝舞者惊怒的眼神中 瞬间穿透他的身体 扑的一声 义鹏鲜血喷出来 大勇王朝舞者胸前 瞬间出现了一个深深的洞 他整个人重重跌倒 彻底没了声息了 至此都瞪大双眼 死不瞑目了 师兄 剩下一名大勇王朝舞者 骇然地看着师兄 同时惊怒地指着秦晨 因为畏惧 身子甚至都在抖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